这是东莞长安厦港加入商场 然而商场里只有一名保安看守 曾经人山人海的商业城 现在已经是物是人非 即使是在开门的 里面也没有顾客 营业人比顾客还多 我现在所拍摄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 而且我在这个街上看到很少有招聘的 几乎看不到招聘的 最近 山东淋漪市 大量沿街商铺正在出租转让 路边转让店铺越来越多 经济衰退很明显了 有些路段转让店铺多达30家 位置还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今天带大家把淋漪市场转一转 这一排也关完了 这一排门市一共就开着路口这两家 这里边都空了 这一排也关完了 门头上的字也都没了 整个通道只有个三四家在开着门 粗略统计的话 河东五金城大概有一半的门市都已经关掉了 山东的李先生告诉海外中文媒体 在靠近主城区的区域 店铺出租转让的公告格式上 都印有某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字样 是用彩色立印的统一格式 这表明效到城管部门备案 估计还花钱购买批文 然后领取立印的告示张贴到店铺门口 在林毅市公安局 蓝山分局 泰盛广场警务站 电子牌上更是打出了蓝山战区的字样 中国党媒新华网曾经发文称 战事状态是净军事表述 只能用于特别严重 紧急 需要高度动员大规模组织的事态 在疫情防控上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可用战事状态表述 各地不能随意宣布就用战事状态 李先生表示 林毅市区监控密度很大 一个普通电线杆上 转五六个摄像头 朝向多个方向 不是拍违章的那种摄像头 马路十字路口也增加了集装箱式的港亭 他分析战事状态可能与经济下滑后的维稳有关 李先生还透露 政府单位也开始裁剪辅助人员 比例大概是十个人裁三个 法院作为重点单位也在裁剪辅助人员 辅助人员一般是指第三方外包维护人员 山西张先生表示 太原柳向海子边东街 两侧商铺大量关闭 主要原因是疫情后经济严重下滑 他说小区楼下面皮店最近也倒闭了 店门上挂了大锁 柳向是太原市中心繁华商业区 海子边位于太原市文银公园灯色 与柳港连成一片商业集市 疫情之前非常的热闹 到处都是卖衣服的商铺 但现在很多店铺的安全门紧闭 只有少数几家还在营业 中国网站《通诚58》上 每天都有大量的商铺转让信息 南京秦淮区侯家桥路一家商铺直言 支撑不下去了 回老家帮忙种地了 沿街店铺低价转让 业态不屑 山东的王先生从事批发行业 他指出 大型批发市场 无论是零食还是家具用品等 批发都不谨记 商家们都在寻找出路 通过各种方法加强内部管理 利用新技术提升销售利润 由于企业效益不好 商家们都在挣扎和无奈中寻求生存 举个例子 一个商家下游客户信息 原来有一些200个 但是在过去的四五年中 因为客户不再进货 商店转让或破产的情况 删除了900多个客户的信息 最近三年 上游供应商也倒闭了十几家 另外 货品积压严重 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 下游客户只要新日期的货 中间商的日子就很难过 昨天派一个在其他行业 做批发的朋友 骑马货 那个老板货有200多公斤 要货一段时间了 谈价格的时候 把那个成本透露了出来 800亿公斤的成本 加了30块钱的利润 就卖了 而且还包容 所以可以想象现在这种利润 现在的行业 不管是任何行业 做批发都不好做 另外经济不好 企业加强内情管理 驱动员工频繁连续下游客户 深挖存量客户的剩余价值 现在企业更强调目标结果 不再考虑过程中的困难 大型超市也是很难经营 网传东莞一名知名超市即将停业 全场大清丧 为东城万达富一楼的百家有会超市 突然张贴停业公告 公告显示 本地商品出兴时间为7月19号到7月25号 将在7月26号起停止营业 河北网友春九二八表示 疫情以后老百姓都不舍得花钱了 直到赚钱不容易了 各行各业都不太好 实地关的太多了 房租贵 人工贵 尤其是干餐饮的 外行看着吃饭的不少 其实好多都在维持度日 有好多甚至是赔钱的 确实 2024年 国内许多餐饮老板 自新年假期以来 都未曾发自内心的效果 有人称 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餐饮上半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北京在2024年1到5月 实现餐饮收入530.7亿元 同比下降2.7% 上海在1到5月 住宿和餐饮业 实现零售额609.34亿元 下降了3.1% 根据贴眼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6月30号 国内新注册餐饮相关企业 达134.6万家 但注销和吊销企业 也达到了金人的105.6万家 青岛居民郭先生 本周一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当地无论是大型餐馆 还是小型十四 生意都是越来越差 老百姓消费疲软 不愿意在外面吃饭 很多人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 原因很简单 就是收入减少了 现在连公务员的福利也大幅削减了 武汉餐饭业内人士云女士表示 疫情三年 许多大型餐饮业已经停业 整体服务业和商业活动呈下降趋势 现在时刻明显减少 为了增加客流 餐厅推出团购优惠来吸引顾客 从事餐饭二手设备回收的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开店人数仍然多于关店的人数 但是与往年相比 开店人数已经是大幅下降 与去年同期相比 餐饮营营收普遍下滑 少则15% 多则30%到50% 自今年年初以来 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 并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 经济趋势回升向好 从7月1号起 实施的新的公司法 对企业注册资金提出了更多 更详细的要求 新会计法 加大了财政造假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些在经济下行环境中生效的新法律 让公司经营者感到有收紧和收割的意味 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引发外国媒体的关注 根据彭博社报道 由于经济前景不明 中国消费者变得更加节俭 居民消费价格连续4个月下降 零售商之间价格占加剧 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消费降级的风潮 日本乘以品牌优衣库 以及高性价比而著称 然而最近2024年财政年度前三季 2023年9月至2024年5月 业绩报告显示 尽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了利润的显著增长 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利润 却是大幅下降 由于户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潘宁 在简报中提到 中国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者 心态发生了变化 消费降级的趋势明显 他们不再追求品牌 而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实惠的产品 奥拉雅也因中国市场销售业绩下滑 其股价在2月初 单日暴跌于7% 耐克在去年12月下旬 对中国市场做出疲软展望以后 股价下跌超过13% 中国品牌也是在劫难逃 2024财年 中国珠宝大王周大福的销售毛利率 创下了有财政数据披露以来的最低点 2024财年 周大福销售毛利率为20.5% 同比下降近2% 将2021年财年下降超过8% 创下自2009财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过去的一个月 周大福市值蒸发了大约是200亿港元 从2023年1月至今 周大福股价大幅下跌近50% 市值蒸发大约是800亿港元 英国BBC中文网也报道了 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中国人消费降级 和中产反平的现象 Orientis首席经济师许家健 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 过去中国大陆的投资工具相对较少 资产难以自由进出 许多人选择储蓄或者是买房 因此总资产中房地产占比很高 在恒大碧果园等大型房企爆发债务危机以后 房价普遍下跌 导致中国人的资产总值下降 人们自然会减少消费 而网上热议的中产反平的现象 许家健认为 这是中产阶级通过消费降级 来应对经济压力的一种表现 中国大陆经济持续下行 年轻人失业率越来越高 社会问题乘粗不穷 近日山东济南多个小区 上百辆车辆被砸破车剥离 根据知情人透露 是年轻人团伙作案 砸车窗目的是盗窃财物 7月15号晚间 几个小区加起来 一共是100多辆车全都被砸了 中国奇路晚报报道称 从监控画面来看 参与砸车的人至少是3人以上 年纪在20岁左右 他们砸坏车窗剥离后 盗取车内的贵重物品 这辆受损的车主发帖说 盗取者什么都偷 连手机支架 垫脚脚垫都被偷走 最后连几毛钱的硬币都没有放过 除了济南 山东济宁 威山等地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不仅砸玻璃 还偷车 网友感叹 穷疯了 确实挣不到钱的人多了 各种事情都会发生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